由林立胜指导的40集谍战剧《乌州》发布了全新的预告片,并登陆央视大看台,有望在年底和大家见面。 说到林立胜,他在业内可以说是声名远扬,作为潜伏和十月围城的编剧, 他的故事擅长深阿人物的内心和情感细节,对悬念的设置和包袱的陡落有独到的见解。 本剧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的苏州,讲述了建筑师故意中为字正清白,对破卷入微局, 与大特务周之飞在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故事。 从预告片来看,导演营造出具有分类感的江南水箱,让故事充满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, 好旧的台词和服装把民国风渲染到了极致。 除了扎实的剧本和精良的制作,本剧的演员阵容同样不可小觑。 95号人气演员曾顺兮在本剧饰演《男主故意》中, 戴着眼镜,目光炯炯,给人一种温润如玉的书生气质。 作为一名留学归来的建筑师,看到国内的风起云涌, 一腔热血的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爱国运动中。 但涉事未深的他却意外遭到陷害, 为了自证清白,他孤身潜伏到苏州特工站, 在险向还生中为组织搜集情报, 揪出内鬼,逐渐成长为隐蔽战线上的优秀特工。 当然,别战剧要想获得成功, 只有男主艺人出彩是不够的, 配角的发挥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本剧的大反派由当红男星张宋文饰演, 作为广东人,与生俱来的南方人质感, 让他与角色天然适配。 他饰演的周知飞带着知识分子的儒雅, 但内心却隐忍腹黑,心狠手辣, 利用遍布江南的情报网, 对我方特工展开了一系列抓捕行动。 在与男主的日常相处中, 他也是处处留心, 多次将故意中置于险境, 无论是执行力还是双伤都让绝的不寒而栗, 目测是一个不输给悬崖,高宾的人物。 老戏古张峰逸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 出道四十多年为大家带来了不少会智人口的佳作。 虽然已经年近六十, 但演技和气质依旧不输当年。 剧中他饰演了男主的父亲顾兮行, 为了在乱世中明哲保身, 他弃武从商, 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 没想到儿子刚回国就处在风口浪尖, 他不得不再一次卷入波绝云轨的隐蔽战线, 和周之飞上演了多次隔空对决。 周依伟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, 剧中他饰演的管家李先生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, 游走在黑白之间, 常常能掌握一些不为人知的情报。 预告片中的他给人一种城府极深, 圆滑事故的感觉, 尤其是高深莫测的眼神, 满满都是戏。 当然, 除了这几位实力太, 本剧还有印小天、 陈都林、 赵斌、 叶青等新老演员保驾护航, 既有人气加成也有演技保障, 不具爆款前置。